那我身后就是见歇全啦 黄石国家公园 这个名字几乎每个人都听说过 我保证你来到这里后绝对会爱上这里 无论你是想感受这里别具特色的地貌 或者你是自然风光摄影爱好者 或者像我们一样带挖自驾体验露营 这里都是不错的选择 这次我们的房车停在西门外的房车营地 所以现在是时候给你们介绍一下房车营地了 整个黄石公园内部为游客提供12个房车营地 西部和北部加起来仅仅才有4个 而且其中还包括季节性关闭的营地 是不是有点不知所措 简单明了 建议大家下载一个黄石国家公园APP 在刊评选项里查询准确的营地开放时间 车位数量非常有限 需要提前至少两个月预定 像我们这回从阿拉斯加返程临时决定去黄石国家公园的 是绝对找不到车位的 所以你就需要停在园外 这回我们兔学选择了西门外90美金一宿的房车营地 哇 雨后的空气真的好新鲜啊 其实我判断房车营地好坏呢 只有三点 第一点呢是洗澡水好不好 第二点呢是有没有排屋 第三点呢就是 有没有热巧克力免费的 有的营地呢洗澡水不好 冷热不均让人非常不爽 有的营地呢没有接水 没有排屋 所以我们需要非常非常节约用水 甚至洗第一个澡 污水箱就满了 像黄石国家公园园就是这样的营地 OK 出发玩去咯 刚刚我们在来的路上呢 看到老中泉已经喷发过一次了 在11点钟的时候 当我们到这的时候呢 它已经停止喷发了 所以呢我们需要再等90分钟 下一次喷发时间呢 在游客中心已经显示出来了 我们刚才看的是1点56分 现在呢我们正在前往老中泉的路上 刚才我们来的时候呢 还没有这么多人在这个椅子上坐着 现在已经人满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周全的喷发只是今天精彩形成的开始 接下来我们要取名为上喷泉盆地的木栈道参观 走完这里需要大概一个半小时时间 在这个步道上呢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个彩泉温泉和喷气洞 都是非常有特色 原来我真的是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 整个山坡就像登上了火山顶一样 接下来我们要去距离老周全十多分钟车程的大棱镜参观 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想的大棱镜采圈 单说名字你可能还想象不到 但是如果非无人机俯瞰呢 大棱镜就是皇室国家公园不可不看的第二个著名景点 由于天气原因 我们没有拍摄到最完美的大棱镜非常可惜 所以在此我建议大家一定要选择风小西温高的晴天 进行参观和拍摄活动 好大的烟啊 可是大棱镜的面积实在是太大了 如果不上到山顶上 你其实看不到它的全貌 只是在这个边缘照的 我们今天穿越秋冬两季 从房车营地的秋天穿越到现在下雪的冬天 我们现在在中部地区叫Norris Junction 参观这边有一大片区域的喷气泉 间歇泉 好冷 走吧 这里是我比较推荐的徒步景点 因为这里不仅仅有我们之前所看到的喷泉 温泉 还有别具特色的喷气洞 你可以看到我身后远处的喷气洞 这个是在这块最有名的 而且是最壮观的 它喷到天空上就像浓烟一样 当然 黄石国家公园之大 不仅仅可以从西门进入 像著名的蒙马泉在北门 野生动物生活区在东北门 黄石湖靠近东门 南门靠近另一个国家公园 我们此次在西门营地住了四宿 最后一宿下起了意想不到的大雪 嗯 我们的房车处理一些问题 因为昨天晚上我们不知道下雪 所以一直在开着这个盆 半夜的时候 因为雪的重量太重了 所以呢 把这个盆的支架给压歪了 我们半夜起来呢 就开始折腾这个盆 把上面的雪都弄下来 然后才勉强把盆合上了 今天早上的雪呢 下的更厚了 大概有十多厘米的厚度 你看 这么厚 所以呢 就出动爸爸前去扫雪 我们的房车呢 第一次经历这么大的雪 所以说我们没有太大的经验 不知道这个盆会被雪压弯了 像对面的车 这边的车 还有后面那些车 他们都没有把车的棚和屋子支出来 所以他们的车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还是缺乏一些经验 现在就知道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素质三连 跟随我们的步伐一起 防车漫游美国